笑剔词是中国文明永生的奥秘 永生永远生存下去的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剂集的生命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全人类共同的生活 游生和永生这是中国文明的独特 这里显然的它有一个延续体的概念 我们一般会讲到生老病死 讲成住坏空 佛教也讲刹那生刹那灭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佛教正视了我们在人间世里的所谓生灭法 而儒家刹透入这个生灭法 入于生生之处 佛教是指出这生灭法 一切无常 所以 他告诉你 诸行无常 诸法无五 求得涅槃即净 进入所谓的无生法 佛教讲无生法 是超越于生灭法之下的 儒家刹进入了去探索 而指出生生法 生生法 是超越于生灭法之上的 而这个生生 生字 就是从一株小草从泥土里头生出来 它的取向 文字学取向 所以从古典语文学的意义看来 生就是一种接地气的生命力量 而这股接地气的生命力量 它是朝向天而发展的 至于我们说 它是接地气而通天道的 人独独能发现这样的东西 而入于它的本心 开发它的决心 常说 中国民族 谈这问题一定天地人三才来说的 天地人 地将宽广伯厚 天将高明普遍 人通天接地了 参战化育 所以人可以因此而悠久无疆 这悠久无疆 就是它 突破了 成就坏空的限制 它正视了生老病死的限制 它了解 人做个自然生命是有限的 正因为见到自然生命的有限 进一步转出 天道 性命的无穷无尽 人参战其中 人 作为 参战的主体 参者参与也 参者 助成也 就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里 人跨过了 死的限制 因为只要传承 就没有死亡 只要在往复循环 自然生命的过程里 加上了人文造化 也就能生生不息 所以 中国民族很了解 这样的一个独特性 由生灭法 进到生生法 生生 所以不怕生灭 生生 在一个永恒的迈进 永恒的生长 所以 狗日新 日日新 幼日新 在这样生长过程里面 永不停歇地 往前迈进者 顺着 自然的 存在的运律 能够合纵其节 往前迈进的 所谓 至终和天地未言 万物欲言 记得 中国文明永生的奥秘 是因为它有一套 生生生的哲学 这套生生哲学 圆圈滚滚 佩然墨之能欲的 往前迈进者 这套哲学 若火之时燃 点燃了亮光 家财天火 绵延无穷的 好的 我们今天讲的是 生生法 永生的奥秘 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